要说今年的楼市有多火 除了看各家楼盘开盘的人气之外 还要看他们的销售额 今天下午南京网上研究机构就公布了一组年度数据 位居销售金额榜首的是一家 今年一年卖了57亿元房子的开发商 2013年卖房卖的最火的是南京本地开发商 57亿元的全年销售额 比去年的销售冠军高出了11亿元 销售业绩大涨的背后必然是房价上涨带来的依托 年初制定的南京房价涨幅控制目标 基本无法实现 价格就是从官方统计来看 其实个大通城市的话 大概是在13% 14%左右 那么我们看到个别楼盘的话 其实有的楼盘涨幅要高于这样的一个数据 南京的房价其实跟全国相比 应该来说涨幅还是居于爱线城市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就是大家对未来的这种房价等等 还是有很多担忧等等 今年3月 国务条让全国楼市都捏了一把冷汗 最终还是毫无力度的地方细则 让国务条彻底蒸发消失 据网上房地产统计 2013年南京全市商品住房成交8.7万套 创四年来新高 二手房成交也突破9万套 超过了新房 上个月底二套房首付提高到7成 依然没有对楼市带来质的改变 分析人士认为 2014年的房地产市场走势如何 就看信贷货币政策了 江苏城市频道我们明报道 就是 行